今天上午,贵阳市域快铁环线正式全线开通运营 贵阳成为全国率先拥有环形市域快速铁路的省会城市 最快只需一小时26分钟,市民们就可以乘车环城一圈 来到今天刚刚开通的贵阳环线列车上 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咱们的车厢内部空间更宽敞了 座位的间隔更大,舒适性更高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在正在运行的列车上 我们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平稳 那么这趟动车组它在能够兼顾到高铁的快速稳定的特性的基础上 还能像地铁一样在全线的17个车站急停急走 那么在今天就有不少市民专门前来体验这样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 从京阳站我家那边可以直接坐到花心南站 平常的话需要大概一个多小时 现在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很开心 贵阳环线的开通在我们贵阳市民的心里期盼已久了 这几年我认为贵州的交通从一号线二号线的开通 再到环城铁路的前线开通 还有明年的贵南铁路的开通 还有就是明年的年底三号线的开通 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市民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 据介绍贵阳环线线路全长约113公里 共有17个车站动车组设计时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可搭载乘客约670人 目前每天开行的车次共有17趟 最早一班的发车时间为早上7点半 最晚的一班为下午6点39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阳环线的始发站贵阳北站 目前环线各趟列车车票均已开售 通过查询购票软件可以了解到 此次开通运营的贵阳环城快铁 票价根据车次停站时间等不同 票价也有所不同 以贵阳北站点环城一圈为例 全程最低票价28元 最高票价51元 旅客可通过车站售票窗口 自助售票机12306网站等购买车票 贵阳市域快铁环线的西南环线部分 自2013年底开工建设 通车后予以开通的东北环线连通形成闭环 构成完整的贵阳市域快铁环线 连通白云乌当双龙花溪贵安清镇和观山湖等区域 它实际上是把贵安和贵阳对内的和对外的 这个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实际上是能够把贵阳和贵安的一些城市功能 协同融合优化我们的城市的空间结构 加强各组团之间的联系 然后来支撑我们贵阳和贵安的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 同时也支撑强省会的战略的实施 感谢观看